農夫吉樂福先生 您好 我是那個陀伯知友李哲恩惠 那我想說受壓迫的民族未來的前途 是非常需要在自由地區的人民共同來協助的 那麼您剛才在發言中有提到說 在海外的流亡力量當中 南蒙東土跟土伯的這個流亡力量當中 土伯的流亡力量是非常積極的 那的確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國外看到這個最近在世界來講 各國土伯的土伯人 他們在海外的這個反抗的活動都是非常有 非常積極非常有有組織有方法 那在台灣支持土伯的力量也逐漸在增強當中 那麼相對於南蒙跟東土來講的話 請問您認為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這三股力量 土伯的力量可以這麼積極 那請問您可以分析一下這個原因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南蒙東土跟土伯 他三者各自的這個立場都不一樣 還有那個主張也都不一樣 那麼您認為有沒有可能 這三股力量有沒有可能結合起來 一起來反抗這個中國的壓迫統治 謝謝 對不起因為我 我出生在台灣是所謂這個叫什麼 80後的小朋友可以這樣說吧 這用中國的說法 所以我比較好奇的是 請問一下如果說蒙古是一個遊牧民族的話 在蒙古的地區 因為照季節遷徙嘛 那你們的戶籍是怎麼確認的 比方說你說八成是漢人 兩成是蒙古人 那你們的戶籍人數 這個要怎麼定義 就是說現在到底有多少人 比方說蒙古國有三百萬人 那南蒙古大概有多少人 這是一個基本上很明顯的展示出 認識上的不夠了解 這個很抱歉 但是要請老師幫我們說明 幫我啦幫我說明一下 那第二個是 最近台灣的新聞上有一個新聞 非常的出名 就是昨天我們前幾天 我們那個漁船在菲律賓的海域遭到 漁民遭到射殺的事件 那我知道老師曾經有短暫的 在蒙古國就是待過一陣子 我想請問是南蒙古的朋友 如果說在海外 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 也會尋求目前所謂這個 中國大使館的協助嗎 還是說像台灣這樣 因為目前我所理解的 中國大使館對台灣的態度是 以理相待 但是出事了有問題 就台灣外交部去扛嘛 那台灣外交部又扛不太起來 所以我比較好奇的是 南蒙古的朋友碰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是會怎麼處理 也是交給中國外交部嘛 謝謝 謝謝 第一個問題說現在是蒙古最弱 批判太多 對胡必烈的 我給他列了四大盾撞 他就引進藏傳 佛教 蒙古人呢原來是好戰 賞武好戰 這進正以後 大家每天喝酒 就想當成神成佛 最後呢 把做人的義務給忘了多少 所以我是這麼想 但是我後來想 我認識特別無知 對佛教的博大精神不低級 我現在也不能說很低級 但是我多少開始在向這方向努力 因為蒙古人當時啊 這個滿清統治中國 他覺得自己力量不夠 要把蒙古人拉上 一個是蒙古人能打仗 第二個呢 蒙古人呢 就建立過元朝在中國這個地盤上 所以太多了蒙古之類 所以在當時我們之間有一種 好像這句澳洲立國那種同盟關係 所以滿清那是 對這個蒙古人實現 南部封王北部斷清 跟蒙古人搞和親聯姻 聯姻政策 當然就很多滿清的這個 怎麼說皇太后呀 或者人都是由蒙古的人 有些蒙古人在這裡 都是滿清的公主 公主下下 關係很深 最後呢 滿清為了統治中國 需要蒙古人的軍事量 但是蒙古人的軍事量 那時候滿清覺得這怎麼辦呀 所以他就 大量加強一個皇教 滿清的一個皇帝啊 這個理智的明清史上有這段 說此的時候給他那個太子 皇太子說啥呢 在蒙古地區駐一萬個兵啊 不如建立作卷 就說這是個征服蒙古 蒙古人慢慢就被滿清這個地區 怎麼說 都是精神上被解鎖的狀況 這樣最後成了一個空殼 這可能是我覺得 如果這個原因之一吧 還有一個呢 就說蒙古人呢 就說什麼 還有人就說 為什麼現在那位 這個喇嘛教在蒙古地區是這樣 這個什麼呢在西藏地區 結果成了這個現在抵禦啊 漢人的文化侵略的一個堅強的一個保留 你看1987年我看到那個十二個還是幾個尼姆 圍著八角街就行 在中國國電視上放 就說我覺得在我想像中 他們應該是好像是不是這樣的 我們內門的喇嘛就是墨談博士 結果這個我們這個藏族國教最大的喇嘛 大家喇嘛每天在講 講博士是吧 所以這個差別我不知道怎麼造成的 我也跟我們這些蒙古人探討 海外在劍橋有個蒙古人 她是讀的人類學 她的太太是在倫敦大學讀的宗教學 最後我跟他們講 他們說可能是啥呢 我們蒙古人那是啥呢 小和聲念經如舉無心 把這個藏族國教沒學好 只是嘴上念一念 對他的那個領會或者那種神道的東西沒有領會 另外藏族國教從西藏那來的 他們是奧迪納的 所以他們就比較那個什麼 我們那是跟人家那是結合的 所以還沒達到那麼什麼 所以我們經史上的力量可能是不顧人家的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蒙古人跟西藏人比 就是在漢人的眼皮底下 所以王立雄的書上也說了 天用西藏 天藏那邊說 因為他說天高皇帝 或者遠在天邊邊張不及馬伏 他那個地方遠 漢人去不方便 但是現在清藏這個鐵路一通車就麻煩了 這可能是大量圓圓不算的進入 給他們提供了這個條件 可是他們遠 還有漢人在西藏地區生活有高原反應 這個也不是太方便 在我們那裡有漢人的話說 原來你比方皇帝有個成德有個避暑山莊 那本來是蒙古人的地方 蒙古皇家給皇帝拍馬踢 就把這個地方給了皇帝的 變成了皇帝的避暑山莊 所以漢人在我們地方生活也很方便 所以我們這個人口比例造成我迷路 還有喇嘛叫還有一個特別重要蒙古人山 就是兩個男孩必須有一個去打喇嘛 這樣的蒙古人口也是不利益 除了在今世上的活動生態都想成佛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人口去減少 然後我爺爺就是哥兒兩個 我爺爺的哥哥 因為當喇嘛一個人也沒結婚 我們這隻呢就是我爺爺這隻 我爺爺呢一男一女一二一女 所以現在呢到我們這兒就往下生幾個孩子 所以這個人口也是貴賤 所以藏傳佛教呢 客觀上對我們蒙古人呢 是起了很多消極的作用 也是他們今天 但是呢我們現在呢 對藏傳佛教 現在可以說我本的態度或者文物的態度不是反對的 因為這是一個抵抗漢人 它已經成為我文化的一部分 也是抵抗漢文化的 現在手裡有多悲儀的一件 就精神反抗上有用的器吧 所以我覺得 還有那西藏人是在國外開會 那咱來咱們的殖民族在國際上 當然殖民族也靠著長期奮鬥 西藏人走有點 國外的很多人就有點那個 那個政治上的漫體就說 他覺得這個香格里拉呀 神王啊等等說 到哪兒呢 然後又充滿國外 充滿佛教的 他應該是 說他神啊 或者說他最高僧啊 他呢到處講演 在德國搞過一次名調查 如果要評選的話 德國那個 德國出身的那個教皇啊 現在退休了 他的票數都不得到哪兒呢 所以呢這個西藏人的在國 尤其戴拉哈後代羅貝爾獎 戴拉哈的作用 對西藏人的民族這個什麼呀 在國外的支持 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你看戴拉哈講一句就過來 我在這講一百句 人家啊 對戴拉哈講一個都沒種回答 這就是個很很重要的這個 西藏人的這個這個怎麼說 這個優勢啊 這個東圖爾其斯坦 我們這個兄弟他們呢 他們是伊斯蘭教 他們伊斯蘭教 有很多阿拉伯師弟也支持他 而且土耳其 他們很多原來的流亡者在土耳其 土耳其把七五世界以後 直接誤解說 這是種族滅軍 我們的蒙古國不會說的 按照理 按我的理解 我沒搞人種調查 我的理解跟土耳其是他們第一個 蘇貝關係 那蒙古跟我們是親關雅一樣的 所以這個他們的條件呢 因為原來我也聽說 他們有一些 因為伊斯蘭教呢 他們有很多阿拉伯師弟也對他們 有同情和支持 所以怎麼樣呢 他會講的 我 所以我們現在譬如 我舉一個意思就是 98年 我們在德國呀 那個艾布肯 他們原來在熱點前面那頭 反正西藏人和我們到那 到那裡頭呢 到柯坡有個大體會 因為來這個車成代表團 反正我去的話 整個大體會滿滿的 都是土耳其的 他們那個車成團 進來出了一種荒誇 發自內心 我是說裝模作樣的 最後我看到的時候 我就特別有感慨 我跟他拿錄 拿錄說 我說 你看我蒙古人多慘 他說咋慘呢 你看我說 我們有一個兄弟是蒙古國 他們對我們愛過人 我們有個宗教上的兄弟是西藏人 你們只顧不下 我們現在就比較 過世 就在這就比較弱 稍微提一下 剛才有一位提到人口的問題 內蒙古的人口 1999年的這個統計是2145萬 但是漢人大量移出以後 這幾年不曉得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還有關於這個民族的問題 和國家的這個糾葛 清朝到天東末期已經開始這個摔了 那麼要統治的這個天下 那麼自己認為是統治的天下 已經逐漸的西方的勢力 來漸漸的國際化 所以嘉慶年間以後 以後這個變亂一直起來 內部有變亂 還有各民族的變亂也有 後來也有太平天過年 也亂了什麼 那會亂 這些問題通通來了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新台灣的病氣發達到蒙古的疾病 在那裡受影響 這個都是到後來這個 整個全世界的這個趨勢的一個情形 然後我們就講到這裡 還有剛才他提到這個核武的問題 這個核黑藥的問題 台灣安保學會那個第九期 我們請這個李勇志先生 該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五一路地區 那麼那個核報的這種 慘報的這個情況 受害的情形 還有一篇的話 是以前規劃日本的一個 一個醫生 賭博的醫生叫做 他的名字叫做西藏志望 他用西藏這個當作他的這個姓 那麼他講到他流亡的群共 如果這個請東安大學有一位女學者 這個官吏他不肯出名 那麼如果主委有興趣的話 可以用台灣安保通訊的這個這個網站 第九期 第九期有這個文章 就是這樣 那倒是給主委介紹一下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些蒙古還有五一路還有祖國 就是中共方面一定要在一個 中國架構下的領土的這個領域裡面才可以 也要把它綁在中華民主的這個 這個議員的這個領域裡面 才容許生存 那麼最重要的包括台灣 就是要脫離這個中華民主論 所以我有一個很小數這個 中華民主論的領域 我順便就送給這個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